2023年7月14号 A股今天小洋山上涨 人工智能今天再次大涨 接下来A股怎么走 这里先说结论 只说下半年总体都是看涨 假如之前一直看涨老师 他看涨你不要相信 但是我们之前一直看震荡的 现在开始坚定看涨 总体下半年都以上涨为主 任何的记住 任何的一次调整下跌 都是低息的机会 人工智能毫无疑问 应该是全年的主线 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今天有肉吃 我们经常跟大家讲 要脚踏七彩祥云 升级黄金圣甲 在一个万众足目的日子里 浓冻中堂 今天这个日子还是非常瞩目的 今天收一个涨停板 然后下午尾盘回落了 但是今天基本上 七八个点了结一致 就是可惜尾盘有一支回落了 有一支盘中拉了七个点 收盘的时候只剩下4%了 还有一个一直在两个点震荡 所以说今天还是不错的 四个基本上都是人工智能 但是今天算是了结了一支 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选择方向 在选择方向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 这个人工智能 它是元年 大家知道在新面半导体 其实从2018年贸易战的时候 新面半导体就开始炒 炒了五年了 新面半导体炒了五年了 然后就是新的元汽车 新的元汽车从19年开始涨 一直炒到去年 也炒了三四年 那么这个人工智能 它也不太可能 它也不太可能说 涨一波就没有了 后面就没有了 人工智能的炒作 应该是以年为单位的 今年是元年 今年是元年 但是人工智能呢 我们最看好的一个是算力 一个是CPU CPU光模块呢 昨天大早 然后今天也反包 我们昨天呢 做了一个比较英明睿智的决定 就是昨天把离矿 由离走遍天下 然后把离矿 然后给掉到了新能源 掉到了这个光模块上面 掉到了人工智能 当然这个不是提前计划好的 有的时候要看你这个应变能力 我们不是说提前计划好的 说啊 这个昨天要调仓 不是的 本来呢 其实周三啊 人工智能爆杀 我们当时也被打了一顿 本来认为他可能要休息两天了 人工智能可能要休息两天了 结果 人家昨天反手反包了 那我们一看 哇塞 反手反包的这么强 那必须得避 必须得撑点厂子 所以说我们昨天呢 又把其他部分的资金呢 又掉到人工智能 今天呢 补仓的呢 基本上都退出来了 人工智能呢 还是保有不少仓位 但是呢 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只有两个被靠的 其他的呢都是失误的 可以随时撤退 可以随时撤退 总体来讲 从这个五月份 做人工智能以来 做两个多月 还是可以的 失败了 失败了一个 可能 20个都是成功的 20个都是成功的 然后失败了一个 那么这个 最近A股有一个说法 叫做有光的地方就不会有黑暗 跟前几年说的 游里走遍天下是一样的 有光的地方 就不会有黑暗 其中呢 重点就讲到了 光模块这个方向 除了光模块呢 就是算力 然后呢 就数据要素 人民网络代表的数据要素 这就是 现在A的这个 全部主线 其他的板块呢 也不是说没有机会 比如说像传播制造啊 证券半导体啊 酿酒 也不是说没有机会 但是 它的这个波动幅度啊 坐替啊 肯定还是没有人工智能活跃 所以说呢 大家到时候呢 要自己选一选 美国加息呢 基本上已经快要结束了 所以说我们最近 看到呢 美股呢 这个 做的是非常非常强 你想想老美现在利率这么高 人家都在涨 那老美一旦加息 那美股不是要上天吗 那美股上天 我们A股 真的就会很差吗 不会 7月26号 7月26号呢 美联储议席会议 当议席会议 最后这个把子落地的时候 那A股就开始了 放肆的场了 下半年的行情就是啊 可以起来了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 下半年是忘记 比如说夏天一过 对吧 到时候酒呢 要迎来忘记 汽车行业要迎来忘记 都是有金酒饮食这种说法 那么一旦销售上去 那么下半年 很多公司啊 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而且 大家今天会发现呢 像赛利斯 对吧 这种亏损十几个亿的 都发布了一句预告 那么今天呢 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天晚上 发业绩预报的 该报的一段雷呢 也就基本上爆掉了 那不爆的就是啊 问题不大的 就说明他没有业绩 大幅的下滑的这种风险 所以说呢 接下来下周的A股呢 那绝对是可以安安心心的炒作的 我们今天呢 又调了一点点仓 去这个新动员 因为今天 人工智能连续连长两天 我们又走了点新动员 又再一次杀回了游里主编天下 因为 这个周末 这个美国气候特使 克里要来 所以下周一周二呢 看看新动员有没有表演 主要是人工智能啊 涨得太多了 暂时没有切入点 那我们就先去其他地方打个野 假如哪天新动员 打来人工智能带大跌了呢 我们到时候再回来 反正总体股市机会还是非常多的 下半年 我们要好好把握 下半年 我们要好好努力 每天早上9点15到10点半 下午1点到3点晚上 8点钟都有直播 假如说有兴趣的话 可以过来听直播 今年最难的是选公司 选方向 以及节奏 假如说你不知道 如何选方向 选节奏的 可以来听直播 我们昨天呢 也是临场 已经练了一下 把其他资金 调到了这个 人工智能 新动员的资金调到人工智能 然后今天呢 又从人工智能 出来了一部分资金 又回到了 这个新动员 有时候可能也要临变 我们A股呢 下来就是一个神经病 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 完全可以摸准他的脾气的 最后呢 就用小马哥一话 小马哥就讲过一话 我等了20年 我等了真的20年 不是证明 我有多了不起 而是要向大家 要向大家证明 失去的 我一定能拿回来 上半年 不管你是 挣钱的还是亏钱的 尤其是亏钱的 这都是失去的 失去的 我们要用下半年 一定要拿回来 下半年 最大的多头 就是简单老师 任何一次下跌 老师一定会在 一定也会给你 打打气 最后 不要忘记 点赞点观众 点赞点观众